好那我就请问一下 如果我是一个一般民众 就是核能的危险 在一般民众认为有两种 一个是核电厂核能发电厂危险 一个是核废料危险 那如果是以一个一般民众 我是我问这个问题比较民众 乡民的问题 我是住在核电厂附近比较危险 还是住在核废料厂附近比较危险 请问一下 你觉得 很好的问题 以科学的角度跟你讲 原则上都安全 一个在正常运作的核电厂附近 你测不到高过背景值的辐射 高过背景值的辐射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环境里面 到处都充满着辐射 OKOKOK 这个叫背景值 但是你去温泉的时候会多一点 你去高山的辐射 因为我们宇宙辐射 那你在高山的时候海达比较高 那个大气层就比较薄 所以它宇宙辐射穿透下来会比较多 但是你在不论你是在正常运作的核电厂 或是在核废料厂 台湾目前也就只有蓝鱼吧 对 那你基本上它都没有超出背景值的辐射 我是说真的 这是安全的 因为依照我们看到的数据来讲 它就是没有 所以在科学上是安全的 只是人们心中的那种恐惧 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但科学上 没有错 科学上是安全的 很多的反核人士他们会指称说会很危险啊 因为核电厂会有核灾啊 核汽料会外泄啊什么的 但是这样是不太好的说法 因为我们喝水也会呛到啊 我们也听过有老一辈的人 他们吃汤圆也会噎死啊 那风险的伤害是存在的啊 这发生的频率多大呢 台湾的核电厂发生核灾的机会几乎是零了 可以说是零了 几乎是零了 那核汽料要外泄 坦白讲那个案例不多 而且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会外泄 很多都是因为它本身的储存方式是用湿的 它是泡在水里 因为水非阻止辐射 那结果 那桶子生锈就出来了嘛 OK 对啊 那我们现在不用啊 我们用干的就没事啦 嗯 好 那那个 我再进一步请问一下 Alex 现在在台湾或者在 讲在台湾好了 有可能会发生像日本的福岛 或者像 甚至像之前车诺比那样的核灾吗 嗯 那我们照样还是以我们所知道的科学上面的 这个原则跟你说 基本上是不太会发生 嗯 那我们 呃 为什么呢 我们先讲车诺比 车诺比其实当时它的这个反应楼 在设计上面是有一些缺陷 因为它的石墨控制棒在高温之下是有几率会变形的 嗯 那我们知道说工业上这种比较大的这个scale 比较大的规模 要出事情的话 你就是温度一高 然后它就很难受控制 对 车诺比当时的问题就是它在操作的人没有发现到 它的冷却系统是失灵的 哦 然后又提升了 又又觉得怎么功率拉不上来 嗯 它是散热散不够吗 然后最后它就导致失控 因为温度一直拼命提升功率 然后温度上升 然后控制棒变形 没有办法再降速了 嗯 也就是把刹车弄坏了 嗯 那当然就撞车啊 嗯 而这些设计在后续 它们这一系列的反应炉 它们在后续还有改进 安全性是有改进的 那福岛呢 那呃 刚才我讲完了车诺比 那我们台湾没有车诺比类型的反应炉 对对对 嗯 对这就不用想了 我们不会发生车诺比 那福岛的话就是 福岛是发生了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地震 海啸 它海啸 对它也不是地震振垮核电厂 因为另外一座核电厂它更靠近地震 嗯 然后它承受的强度更高 它没事哦 嗯 那它不是地震振坏的 那它主要就是你刚才讲没错 就是海啸振坏的 海啸把它弄坏的话 是因为它那个发电机在地下室嘛 然后它的那个防海啸的 掩体又做的不够高嘛 嗯 然后海水倒灌嘛 倒灌以后 淹坏了地下室的发电机以后 它本来是说你 你淹进来的话没关系 我手动去把它启动可不可以 因为发电机没有 我还要手动去泄压嘛 去把它排水嘛 嗯 可是它们的那时候它们的就我说的意思是它们的操作程序是要上向它们的上级申请手动许可 哦 日本人的作业方式 OK 他们的厂长权限没有那么高哦 然后就到上头的公司以后 他们就犹豫 哎呀 如果你要手动的话 就是引入海水 引入海水就是把反应炉弄到生锈 生锈以后就不能再用了 然后我们会有蒙受商业的损失 我就无法向股东交代 哇 所以说它就拖嘛 因为它们的开会无法决定 然后就让温度持续升高 因为持续没有降温 嗯 以至于到最后它的燃料棒外面的那个金属套产生反应 将水原本存在里面的水 弄成水蒸气再裂解成氢气 嗯 然后就变成 那就是差不多很可以想象成是 你烧开水的时候锅盖被顶开 对 哇 你这样讲福岛有点像人祸耶 它固然是天灾 但是它后来的人为处理 它是人祸 是人祸耶 哇 哦 那后续他们也有在检讨嘛 他们也有在 就是提告说 为什么你们当时不信啊 外下的命令 这么黄金时间就错过了 那的确是 嗯 了解 哇 今天真的学到很多 谢谢Alex 那我再想请问一下 就是我 我想 因为我们都要讲核能发电 核能发电 所以我想问一下Alex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核能发电的原理 但是越简单越好 把我们当小学生好不好 我想学习一下 好啊 核能发电呢 它跟火力发电一样 我们前面有讲 它都是把水加热了以后煮出水蒸气 水蒸气再去推动涡轮 然后涡轮机就会发电 对 是说火力发电它是烧化石燃料 烧煤烧天然气烧油嘛 嗯 核能发电是用核反应的时候 它会放热 然后用这个热去烧水嘛 嗯 就这样 那你现在核反应就两个 一个叫核分裂 一个叫核融合嘛 嗯 那核分裂的话 就现在的主要发电方式 因为核融合它卡在它的材料还不行嘛 嗯嗯 它现在就是温度又高 然后它又会放出速度更快的宗旨嘛 嗯 因为宗旨也有两种 一种是快宗旨一个慢宗旨 核分裂是用比较慢的热宗旨 嗯 那你快宗旨跟高温度 就影响着你核融合的炉的材料 很难去找到可以长久承受的 这种材料 好 那如果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人造太阳就出来了 奥特曼就诞生了 哦 OKOK 就这么样 对对对 太阳也是那种反应嘛 对不对 就是那种 人造太阳就出来了 对对对 OKOK 中国大陆有在做啦 他们他们其实也陆续都有一些进展 我们有看到的 那是蛮厉害 对对岸有在做类似那种 太阳的那种核反应的那种方式是不是 有啊 就陆续都有发现说是可以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产生核融合 但是你目前都是要输入很大的电力 提供一个电磁场去让它停在空中 嗯 但是一下子就要关掉 因为没有办法 它没有办法承受那么那么久 嗯 对 好 那那请问一下 那如果说照Alex你这样讲的话 核电其实以现金来讲 核电核能发电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 那那核四呢 核四到底安不安全 为什么核四的争议还会这么多 这么多 核四到底安不安全呢 也是先说结论 核四是安全 嗯 开玩笑的讲 因为现在没有发电嘛 超级安全 你要认真啊 你跟我开玩笑 好了 你认真 核四它建造的时候 它通过了同裁的认证 欧洲的认证 嗯 它又通过了 的压力测试 嗯 世界上没有多少核电厂这么费工啊 那当然后来大陆 维主体压力测试是大家都做是没错 什么是维主体压力测试 就是 刚才我们讲嘛 呃 福岛它其实是 这所有的反应炉啦 现在所有的核反应炉 外面都有一个水泥的罩子 嗯 就叫维主 那福岛它其实它的那个污染是比车诺比来的小 小很多 嗯 为什么 因为它外面这个罩子没有爆 嗯 它只是在那个罩子里面砰一下 嗯 动震一下 然后那些那些污染物都在里面 辐射都在里面 烤雾層都在里面 没有真正只有车诺比的11%吧 嗯 那核四他们就想说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想说我们这个维主体 你一定都要能够耐得住这种爆 对 它不会裂 嗯 那这样才就是好多维主体 嗯 那核四是有做的哦 其实我们 三四座四个核电厂都做过了 嗯 都过 我们的核电厂水准是够的 建设水准是够的 好 那核四它就想说啊 但是有人讲说它是拼装车嘛 对对对 这个是很 呃 我讲的比较情绪化一点啊 它是一个很恶劣的贬低的说法 嗯 因为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电器啊 嗯 手机啦 或者是我们念书的时候自己组装桌机啊 嗯 或者是现在工业制造啦 或者是交通工具啊 嗯 它都是那个木兰师 它就讲是东市买骏嘛 西市买安配 对对对对 南市买配头 北市买长边 我记得 对对对对对 它都是不同的厂商提供的零件去组合起来得到的产品 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树叶有专工嘛 嗯 啊你面板做的好你不一定其他的东西做的好 嘿 啊我就把那种大家品质比较好的那几间组合起来 或者是我们那时候组装桌机的话会说相不相容吗 嗯 嗯 System有没有相容吗 装上去会不会爆充吗 嗯 那你就是你现在核四就尽可能去找那种相容的 然后符合设计师需求的东西 然后把它组装起来 这样会叫做平衡车吗 怎么不是说我去找到最好的东西 然后把它集合起来 就很像是 灭霸它也要找心灵宝 对对对对 那那个手套就平衡车吗 对 你说就你之前的人会觉得很不舒服就说我老咧 这不对啦 嘿 好啦好啦不要害我黄标 好啦 我没关系没关系 OK啊Alex OK啦 我我我我那个精华版我会在在编辑没关系 那个直播就让你说吧没关系OK啦 好啦那其实照你这样讲也对啦 iPhone不也不嘛也是拼也是拼装车啊 那个那个镜头不是用我们大力光的吗 也是啊 对啊 那个晶片啊 壳啊 然后制造也是在中国那边 不同家口商嘛 对啊 对啊 其实看你怎么看哈 真的是看你怎么看 这样子 好那请问一下Alex 因为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一个逻辑的问题 就是我对反核人士 我会有一个逻辑上的不明白 因为他们在反核 然后他们针对核四去反 然后核一核二核三我们仍然在用 那理论上来讲我如果真的反核 而且我又我我真的反核反到骨子里 我是应该一二三四我全部不要嘛 对不对 那我如果是一个对我我是一个务实的反核者 那我就应该是好吗 OK核四已经开始盖了 那我让核四盖好以后 那我起码停个核一核二嘛 因为新的会比较好嘛 那让旧的慢慢去停止运转 那这样这样不是比较make sense吗 那为什么大家是把核四停了 然后让核一核二核三继续转呢 核一现在应该是关了 剩下剩下核二跟核三嘛 对 那每年还有300亿多的电可以用 之前是400亿多 那如果加了核四就是600亿多 那那是目前不发生 目前这300亿多这核二核三 对 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 反核四然后不反核一核二核三 因为他们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推论啦 嗯 他们应该是觉得说反正核一核二核三 小碗它会使用的这个执照会到期 哦 OKOK 那那个时候关掉 其实到期了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说核一核核三对世界上我们那不是讲400多座反应炉吗 嗯 对那400多座前辈来讲他们其实算很junior的 哦很年轻的 对 对 那 其实美国啦或者是英国啊法国啊他们一些核电机组啊他们是有研异的延长使用 嗯 当时为什么会说核电厂只能发电40年那是因为被抗议的嗯 因为核电厂理论上他们当时虽然距离我们四五十年了但是他们是在做核电的时候他们是用最好的钢铁下去做的最好的合金下去做的嗯 当时最好的技术他们那时候的目的是什么我做一个反应炉用100年 对 那个时候是我做一个东西用100年啊嗯 然后这样的方式去打造所以他其实是overdesign的几乎就是很壮很壮的东西 那 所以他们就想说那那那那是那时候的化石燃料啊那石油石油商啊或者是燃煤的商就会说哇你这样不行啊 嗯 你们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发电量又大然后又可以用100年那我们混什么东西吃啊嗯 所以他就固定他40年了哦 对他们说这个叫做托拉斯嗯 能源业的托拉斯你垄断了所有能 对我说我反托拉斯法啊嗯 所以你这个核电厂你不能够用那么久你你要给人家喘一喘气啊嗯 你是用40年好不好40年40年到时候再说好 所以他那个时候是有限制那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现在和民进党其实他当然是希望一二三四都不要 对 但是他现在就10年我就是找一个民进党前党主席林英雄先生嘛圣人先生来 对他反核反很凶 对他反核反很凶 还要一次力道那么大嗯 但是这样逻辑很怪耶那我如果是反的话 我就干脆把核四盖好了以后 然后一二三慢慢停然后再慢慢停到四嘛 没有他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说他们完全都不要核能 因为他们那时候的梦想嗯 就是要用百分之百的其他能源嗯 都好啦 那那那我现在请问一下一个很对民进党很残酷的问题 虽然我们都知道答案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们一个更专业的解答 请问一下2025非核加渣元有可能吗 哦 呃一样先说结论哦 嘿 做不到 对我对那是是怎么样差差多远 是 到底差多远 真的要非核加渣的话 真的要非核加渣 就是一个藻礁啊 距离就是一个藻礁啊 7600年是不是 对啊 7600年而且如果你要讲的话 嗯嗯 当然这个单位不对不过7600光年吧 哦 好啦光年的距离 非核加渣的机会要达成是非常非常难 但是有没有机会嗯 有嗯 我们先讲为什么难 嗯 嗯嗯 因为再生能源的建设是很难预期的 对 再生能源的发电效率平均效率都低 嗯 都低于百分之五 对 在台湾啦 对 你看到了你 离岸风电说他好 但是他也有不发电的时候 对 在生能源你 那个太阳能你说他容易做 呃他也就是 做到后面发现也会危害生态 嗯嗯 那做到后面发现2020年 在太阳能板的建设的速度 比2019年慢哦 请问一下那个太阳能板 是不是也是一种垃圾啊 他很难去处理 那处理会制造更多 所有人 所有东西坏掉都会变垃圾 所有东西坏掉都会变垃圾 这倒是 倒是 但是有些人乱丢的话就很糟了 那 嗯 垃圾就比较不那么碍眼了 这个我是 我是这样的观念 那如果你2020年的 离岸风电有没有建设 没有 20 那2025年我们希望什么 我们希望太阳能 要做到20GW 嗯 然后我们希望离岸风电 要5.5GW 这都有听过吗 嗯 那我们2020年到底做到多少 我们2020年的太阳能 只做到了大概 五六个GW 五六个GW 距离目标还差 还差三分之二啦 做不到啦 十几个啦 因为我们搞了 2016年搞到2020年 就是四年嘛 嗯 我们做了四年就是增加了 大概三个GW 一座核电厂这么多 可是你距离目标还有十五啊 而且我们烧了更多的火力 然后你还要你还要你还要五倍的时间 但是我们就已经准备废核了嘛 那来不及了 那你说离岸风电的话我们输到5.5GW 那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 我们做到现在只有0.1GW 嗯 那距离那个5.5GW还有50倍啊 嗯 好 倍的差距啊 那怎么做 好 但是我们现在最惨的还有一个点啊 我们过去 每年 都有用电成党啊 因为我们经济在动啊 因为我们人口在增加 我们生活形态在改变 所以每年的用电需求都在增加 然后民进党他们一开始在讲非核家园的时候 喊出来的口号是什么 用那个他们喊出来的口号 用爱发电吗 用爱发电吗 有这样讲哦 他有这样讲 这些都有记录 通通反走过并楼下 都有记录 OK 但是他 2020年我们有新冠疫情 有肺炎 嗯 那我们的经济是傲视全球的成长嘛 然后我们的用电量也成长啊 利生成长用电量更高啊 那用电量一直成长的状况之下 你又把核能发电关掉 那你再生能源又上不来 那你中间就是有一个发电的大的漏洞 对啊 差不多多少 500亿度 嗯 那我们的天然气 现在啊 有两个接收站 嗯 在南部 那两个接收站 现在能够烧出来 2020年就烧了1000亿度的天然气 也就是一座接收站 大的接收站 一座要500亿度 那么 我们现在要盖这一个三阶 对 就是因为我们接下来 还要另外一个500亿度 因为我们刚才讲嘛 你每年都用电成长 是啊是啊是啊 到2025的时候又关掉了300亿度的核能嘛 对 那所以说你每年50亿度 四年不就200亿度 那再加上300亿度就500了 所以你又还会再一个500 好了 我 你的500的空洞就是这样 我整理一下 基本上2025非核家园是不可能达到 是因为 他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他也没有去估算 就是我们 我们大家的用电量会一直一直一直往上走 那而且 但是他的算法是自己骗自己的算法 对 一直有好几个老师 嗯 在看到政府提出来的数据的时候 都跟他劝 你这样子的估算 有一点夸张 嗯 像他们那个时候的估算是说什么 我们每年的水力发电都会满涨 对 什么 那结果我们就讲了 怎么可能 我一开始讲去年就剩一半嘛 对啊 因为你没有办法估到天下不下雨啊先生 那那种那种能源 水力发电风力跟太阳能是不稳定能源嘛 对啊 没有办法对啊 他没有办法去这样估的啊 我知道 那好玩 嗯 他们当时就为了跟老师们斗嘴 然后他们就讲什么 我们要做除能装置啊 我们要做电池啊 嗯 澳洲两样 那时候不是曾经有一次大跳电 然后结果用电池救回来吗 其实不是电池救回来 因为那电池不到雨就干了啊 那他们就说我们要做很多电池 我们就可以把 呃 多余的发 存到电池里面去 这样我们就够定用 呵 问题来了 电池本来是没有电的啊 那你说多余的发电 就跟你讲没有电 没有发电量不够了 哪里来多余的发电 从哪里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 要把电存进电池 呵呵 接闪电啊 现在只能接闪电来发电啊 好无聊哦 还要靠闪电 而且最好笑的是 刚才讲 我们真的要靠闪电来除电哦 真的假的啦 Alex你讲真的 因为到时候 到那个时候 老师们他们就很呆啦 就说哇 你这样一讲的是 你讲的说要用 存电是很好 可是我们没有发电机 给他灌电啊 没有充电器啊 没有充电的电啊 怎么办 真的就变成用爱发电嘛 好啦 原来我们在跟富兰克林致敬 呵呵 真的是太屌了 好啦好啦 好 那那个Alex 我们我们讲 讲完那个电的部分 我现在想要跟你讲一下 就是比较 战略需求的部分啊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以我们目前的这个能源 以我们台湾目前能源的这个 发电的组成比例啊 你刚刚说百分之八十几是火力发电嘛 那那个核能发电只剩百分之十三 对不对 然后还有还有那个再生能源这样 好 以我们目前的这个发电的那个组成的 这个这个结构来讲 如果两岸开战了 如果两岸可以开战 中国大陆这边对台湾 采取一个封锁的一个方法 就他他等于对我们整个封锁起来 那在这个情况下 台湾用电的方面 台湾可以撑多久 如果台湾被封锁了 用电可以撑多久